螳螂是昆虫界的双刀大侠 可以轻松抓住苍蝇、蝗虫等小型昆虫 如果螳螂遇到比自己大几倍的蜘蛛 狭路相逢谁能赢呢 这是一只功夫螳螂 身体透红油亮 就像一位螳螂拳大师 身穿红色功夫服 脚灯黑色小皮靴 在树叶间游走 更是轻功了得 喜欢的朋友咱们点个赞 接着往下看 功夫螳螂遇到一只大蜘蛛 立即亮出双刀 摆出战斗的架势 警告对方 蜘蛛主要以守株带兔的捕猎方式为主 不善于打斗 看到功夫螳螂这么威猛 立即吓得落荒而逃 功夫螳螂不战而胜 正在得意洋洋 岂不知更大的危险就在眼前 功夫螳螂猛一抬头 发现一只巨大的兰花螂 正在盯着它 它这次还能赢吗 兰花螳螂拥有让人惊叹的美丽外表 善于在蝴蝶兰花瓣间拟态造型 因而得名 一只兰花螂 伪装隐蔽在这里 你发现了吗 它可是聪明的伪装高手 能够轻而易举的骗过彩蜜的小虫子 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虽然拥有粉嫩的外表 兰花螂却是非常凶悍的猎手 不但会吃自己的兄弟姐妹 连大一点的脊椎动物都不会放过 功夫螳螂这次可遇到劲底了 个头来看也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不管能不能赢 气势上不能输 双方对峙了几秒 兰花螂螂先下手为强 一下子就抓住了功夫螂螂 然后捧到嘴边 狠咬起来 可怜的功夫螂螂 根本来不及抵抗 就成了盘中餐 螂捕蝉黄雀在后 能抓鸟的螂螂你见过吗 螂螂本该是鸟类的食物 不过这只蜂鸟可给鸟类丢脸了 竟然被螂螂给抓住了 螂螂的双刀带有锋利的锯齿 尽管蜂鸟的翅膀 一秒钟能振动一百次 却再劫难逃 当遇到比自己大几十倍的蜥蜴 螂螂也毫不退缩 蜥蜴看到螂 根本没放在眼里 刚想张嘴伸舌的去抓 没想到螂螂的动作更快 一下子锁住了蜥蜴的脑袋 然后朝着蜥蜴的嘴唇咬下去 蜥蜴的盔甲虽然坚硬 但也被咬出个大口子 痛得它哇哇叫 又动弹不得 之后拼尽全力才挣脱出来 捂着脸逃走了 如果遇到比自己大几百倍的狗狗 螂螂会怕吗 只见螂螂 仇人机会 朝着狗狗敏感的鼻头很扎一下 狗狗痛得连忙后退 没想到这小东西这么凶猛 还有双刀 你还知道螂螂能战胜什么动物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先去评论区